回到你了,剛才看到直播無聊人在說這句說話是否丟臉我們 就是說我們看得多直播,知道我們都會有30分鐘 那邊好像不太均勻,不過不要緊,我們淺色的背景通常都是這樣的 這個考驗是Studio登 我們這一節,雖然標題是香港沒有格制,但我們想做一些 現在是深夜時段,我們不是把那天最重要的新聞放出來說 我們希望在夜長的時候說一些深入的議題 亦同時去挑戰一下自己,我想做一些可以挑戰一下自己 令我們有一個可以進步的機會 我們已經說明了,如果大家看到標題 你都知道我們是說這個所謂的黃金股 又說金融,又說金融經濟,又說科技問題,科技監控問題 又說TikTok,這些當然不是我們的強項 但是我們是專欺我們自己的死中聽眾 既然你們這麼晚都來聽我們節目的話,其實我們說什麼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想做一個嘗試,偶爾做一些專題 可能看起來會比較悶,但也有些營養是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們學習之餘,我們也希望網友們都可以提起你們的興趣 一起學習,如果你們對我們說這些內容,就覺得很業餘 我聽羅家聰講過,我聽誰 你一說黃金股,我已經想起羅家聰這個人,我要不斷聽 連之後又說,聽其他,聽財演也比聽你們 沒有所謂,沒有問題 即是我們深夜時段,就自在學習 我們這個專題時段,就自在學習 如果你們覺得我們有什麼說錯的話,就歡迎提出意見 首先,我看了《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其實今天就出了一個專題 就是講黃金股的問題 其實在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前天提出過 我們是民企自己人 他之前又說過,我是沿海省份過來的 我以前在福建裏面發跡 我又做過浙江的 這些都是民企啊 即是非常發達的地方 他又不敢提,賈慶林事件 這個奶昌星事件就關他事 那時候他跟著在賈慶林旁邊 我們一向都當民企自己人 這樣就講這些說話 但是國進民退,中國在胡錦濤後期 舉辦完北京奧運之後 都已經在進行著 只不過是講習近平上台之後 那個國進民退是更加厲害的 因為習近平他搞不定這個資本流失 所以才不斷地收緊 嗯嗯嗯嗯 你現在看到他最近說的 當然你知道現在中國經濟的表現 越來越差 首先出口不行 國內消費不行 甚至乎他自己在兩會裏面 他們自己提的經濟增長的目標 都只不過是5% 為什麼這麼悲觀呢 為什麼也要痛罵美國人呢 因為事實上經濟已經令到他很痛了 已經是 很強調一件事 5%根據日媒的說法 某程度上這叫反倒反衰退 是的 原本在過去兩年以來 雖然大陸有疫情的問題 疫情已經打擊了經濟 但是習近平很瘋了 偏偏在這個時候 疫情在大陸的經濟是獨大 跟抗疫有關的一些企業 做檢測、口罩等 可以賺錢之外 他那些什麼平台經濟 就是阿里巴巴、騰訊等 加上你去做那些交陪 明星又要管 什麼都管 真是落井下石 這個所謂的監管風暴 是監管到金融領域也有 但是你監管多久 現在呢 《華爾街日報》就覺得 他現在開始看到中共的傾向 他現在不開始 不再去監管他了 甚至乎暗示 我們那個監管程序已經延不 但是也要這樣說 你說黃金股這個 topic 華爾街已經說遲了 最早出現的是 Financial Times和 Bloomberg 早在2023年開始 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謂黃金股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幾年前 是不是亞利來香港上市 還是不知道是不是螞蟻 還是什麼 總之跟麻雲相關的 是不是阿里巴巴還是脈 螞蟻 說來香港上市 說要同股不同權 所謂同股不同權 其實就跟黃金股差不多概念 我們那時候所謂同股不同權 我們有幾多%的股權 有幾大的影響力 第一個同股不同權 那個叫小米 小米 小米就蟲關衰了 螞蟻就蟲關衰了 但是第一個同股不同權 然後成功那個叫做小米 小米 螞蟻當時是很嚴重的 它照了同股不同權 但是也到最後階段 突然之間被共產黨殺停了 其實那個概念來講 應該跟這個同股不同權 就差不多 完全兩樣東西 同股不同權 說的就是說 例如美國或者歐洲 很多的公司 他們都進行同股不同權 就是說你買這些股票 就純粹是買它的商業價值 但是公司的決策權 是沒有你份的 即是其實不按比例去分配給你 即是它自己本來的時候 就算你拿多少股權 你可以拿一個share 這個是兩種不同股票 股票分很多種 你說的那種是放在市場上 純粹拿來炒的 那坐Bot那班人 是另外一種股票 那些才有話事權 坐Bot那班人 互相買賣 那些才是 但是黃金股是另外一樣的 黃金股是它一個% 它都可以否決 是仍然是同股同權的 我的一個% 你的一個%是一模一樣的 問題就是 你說派息的時候 就是一模一樣 沒錯 但是如果你說 在Bot裡面的決策權 它那個決策權 是至高無上的 都不是這樣的意思 是說 我跟你都一樣可以坐Bot 到時候到後 例如Elon Marks 走過去 叫股東大會 我拿著一個% 你拿著一個% 董建華拿著一個% 都可以走上去 但問題是 我們再開會的話 我用一個1%的股權 跟Elon Marks說話 Elon Marks可以不理我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坐在Elon Marks旁邊 只拿著1%股權那個人 叫做李強 或者叫做栗戰書的話 Elon Marks就要理他了 因為那個叫栗戰書 因為那個叫李強 意思是這樣 所謂的黃金股是 所謂的持股這件事 是那個人持股 是的 就是那個人持股 不是因為他持有什麼股 不是因為這個黃金股 黃金股不是transferable的 這個黃金股 只不過有官方背景 是的 他有官方背景 他持股 那麼他就有這個叫什麼 否決權 記住 他是講得明白 他不參與其他的公司決策 他純粹是告訴你 去到那一刻 我是會投反反對票 當然啦 我只是拿著1% 你當然可以不理我 那1%反對票 但是問題就是 你不理我那1%反對票 你是知道你的後果 因為他有公權力 他同時間 現在最大問題 就有個所謂利益衝突 他連監管機構 都可以坐坡 監管機構坐坡 香港就試過 你不記得2019年 新鴻基委任一個叫吳向東的黨員 走去坐坡 做黨委 他曾幾何時 其實你說的這件事 在香港進行了不同的實驗 包括我買你的股份回來 但是問題 這是很煩的一件事 因為我又要計算究竟贈蝕的問題 這件事否決了 然後再來第二種 就是2019年 新鴻基委任吳向東 以黨員的身份 就在桌子裡面 就影響你的決策權 去到這一刻 喂 我是大老闆 我是國家 那我就躺平 你黨委 你說完 你說什麼都可以 我聽你說就算 其他的人 例如說 新鴻基裡面 不僅是國家作主 有其他不同的家族 包括胡寶星 胡寶星就是直接 你委任黨委 我套演 我什麼都不做 這件事也警告到習近平 所以他才進行第三件事 就是買1%的股 然後就坐一個重要的人 到時候開股東大會的時候 這個重要的人就會出現 去到實行否決權 但是再次之前 你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不過大家 understanding的底線 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個是第四個進化 這一個公司的決策 他就是放手給你 做一些公司的決策 但是在關鍵領域 他感覺到又不對勁了 他聞到一股氣味 即是說 譬如我們昨天提到過 美國福特 想和寧德時代合作 在美國擴大廠房 買廠房 投資廠房 去搞電池的話 現在有風聲傳出來 就是說 中共可能會否決 沒錯 在寧德時代裏面 否決 寧德時代裏面 有一個黃金股 就會出現 就會否決你這個決定 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 第一 就是技術上 就會流失了給美國人 第二 就是 等於你支持美國人 去把你的生產鏈 遷出中國 政治上不可以接受 但是 你對寧德時代 這個所謂民企來說 別人又覺得你不是民企 起碼美國人 就不會覺得你民企 因為現在 現在報所說的說法 為什麼會 現在這個所謂黃金股的問題 不單止投資者警惕 現在 甚至乎 美國的政界都警惕 因為 你知道拜登經常說 我們現在對中國的主調是競爭 就不是跟你搞衝突 不是想拿你命 但是這種競爭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怎樣競爭 我們想說 經濟上的競爭 科技上的競爭 如果你說傳統來說 我們是 讓你中國加入世貿 我們是 美國的民企 就跟你中國的民企 一起競爭 但你現在不是 你中國 你是中國 你國家體制 去支持民企 是支持民企 這個所謂補貼 如果你說西方國家來說 補貼都接受不了 因為你是以本商人 你舉國體制 以本商人 現在你舉國體制 以本商人 去支持那些民企 還要參與他們的股東大會 做決策 這就不是公平的競爭 你舉國體制 對我們的民企 我們還有得企 而且這一招活動的話 未來如果你說 重點投資在中國的一些巨企 它也是比中國持有黃金股的話 會不會再影響國防軍工 你以為蘋果 這個當然 國防軍工 這就牽涉到現在我們所討論 有很多科技公司 因為科技公司 你現在說數據經濟的問題 在大陸就越來越重視 中共越來越重視 我們昨天說這個國家數據局 它要管理很多不同的很重要的經濟數據 它保護自己的經濟數據之餘 它又對美國人 西方國家的經濟數據很有興趣 為什麼現在美國人開始警惕TikTok TikTok是民企 即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叫做什麼 他的舞公司叫什麼 字節跳動 字節跳動是民企 但字節跳動 其實你在國內他的舞公司 又是有黨委 又是有黨委 這個就是所謂 中共經常說 他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就玩一個所謂的混合所有制 90年代的時候 鄧小平就提出所謂的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不就是把黨入股 跟現在是不同的 現在又說混合所有制 90年代的時候又說混合所有制 但90年代的時候的混合所有制 其實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 是國企獨大的 國企獨大 他要減負 他要令到市場有活力去參股 他令到國企可以改革 可以用這個調動到民企的積極性來改革 就要給你來參股 他是國企給民間資本來參股 民間資本參股之後 同時間又給你參與公司的決策權 既然有民間資本參股 當然想賺多些錢 賺多些錢 那要怎樣 要改革 要改革 要財手永遠 然後要更加的 Efficient 省錢 一定要計算數 做生意要計算數 不可以說這麼多政治賬 這就是現代化的改革 但現在的改革 改革開放之後 你是養肥了很多民企 有些民企 你現在是養肥了之後 包括阿里 騰訊這些 養肥了之後 他現在又跟你說混合所有制 這個混合所有制 是叫你給國家參股 現在這個國家參股 就是想說 就是叫黃金股 黃金股比之前還衰 起碼你說黃金股之前 你正常地 在市場上買你的股份 透過你的股份同比的決策權 那你在董事局中 現在不是 他只是象徵性 要你1%的股權 那一刻他就坐在那裡 他就坐在那裡 而且可以說不 而且那個分分鐘 就是監管機構來的 那你可以怎樣 那你變相 就變成了黨企 對囉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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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